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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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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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跟着我干什么呀四处去找找啊 找 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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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了吗 这可怎么办呀 没找到啊 没有啊 各位 找到没有 没有找到 他父亲可是行不侍郎 此事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是是是是是是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不出来 是 这都搞完了 怎么还不出来 是 是 你瞧在等待 你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死 谁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 你瞧 你可好好等等 你 你家公子丢了 赶紧去告诉你家老爷 什么 公子丢了 我这就回府禀告 卑职宋清泉 拜见马大人 我儿子呢 大人 卑职该死 卑职无能 还没有公子的消息 你们谁知道我儿子下落啊 马军去哪儿了 说 马军去哪儿了 说 说 不用怕 你知道多少 就说多少 你说 回大人的话 昨天晚上 马军早早做完了卷子 便钻出了号舍 在号像里 说 在号像里 学生好像听见 他跟孙杰吵了起来 孙杰 他说的可是真的 林大人 昨日令郎 趁亲考官 换岗之时 专出号舍 我 骚扰我的 学生不平 便与他 说了他几句 一派胡言 我儿平日乖巧 一向寻规蹈矩 岂是破坏规矩之人 这个 他若是不幸 可以 问问现场 其他的学生 好 好 我今天不跟你这个环口小儿计计 免得人说我以大欺小 来人 在 去督察院叫他的父亲 左夫都一使孙正明来 刘大人 以上这些就是山东省赈灾款的使用情况 山东连年闹灾 百姓叫苦连连 这摇眼四季 这件事情一定严查到底 是 我立马着手就去办这件事情 好 请问是孙正明孙大人吗 正是本官 找我何事啊 刑部马侍郎有请 无缘无故 马侍郎请我干嘛 恕不奉陪 大人 马大人的公子失踪了 失踪一事与令狼有关 他的儿子丢了 想赖在我儿身上 马侯府现在人在何处 正在国子间等您 大人 您看 这件事情 还是我陪你走一遭吧 不然的话 你们二人一见面 又吵翻了天 多谢刘大人 请 爹爹 总县大人 卑职宋清泉 拜见总县 你 总县大人怎么来了 马公子都失踪了 我还怎么坐得住啊 好 那就请总县大人主持公道 犬子失踪之前 曾和他儿子有个争吵 小孩子争吵很正常 争吵完以后 你儿子好好的 我家儿子没了 所以 马大人认为 令狼的失踪 跟吴儿有关系 恐怕比谁心里都清楚 谁不知道你孙大人 有事没事就在皇上面前参我 幸好当今圣上英明 而等搬不倒我 就向我儿子下黑手 你 堂堂刑部侍郎 不将真凭实据 只会血口喷人 我刑部侍郎 有权将嫌疑之人带走调查 他 来人 在 把孙姐给我拿下 这 救命 干什么 快 别动 姓麻的 你还有没有王法 爹 住手 都给我住手 放开我 住手 爹 马公子失踪一案 李当是用顺天府来查办的 不知道二位大人 有何意见 自当是听从总信大人的安排 刘大人 此案关系到我儿的身家性命 若顺天府在五天内破不了案 那就叫刑部审理 传王城里来 怎么打人啊 对不起 奔爷 看看 小崽子 对不起 奔爷 走路不眨眼睛啊 对不起 奔爷我今天想打人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人家都道歉了 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 哪儿来的野丫头啊 敢管你奔爷的闲事 姑奶奶我就爱多管闲事 小嘴还挺僵啊 疼 疼 上 你等着 有种别走 等着 有种别走啊 等着 走 走 走 女侠好身手啊 大人 我知道了 是 我知道了 是 卑职王城林 参见祭九大人 怎劳大人 亲自出门迎接 大人不必多礼 王大人 久闻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是 青年才俊啊 马军失踪 是本官的严重失职 但是 还请王大人 早日找到马公子 以减轻 本官的罪责 职责所在 还请大人协助下官调查 定当 鼎力配合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 马军失踪的号舍看一下 王大人 请 王大人 这就是马军的号舍 宋大人 这个小门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应该能通过吧 应该 差不多吧 好 宋大人 如果提前打完题的奸生 也不能离开考场吗 王大人 国子鉴大考有规矩 就算提前打完题 也不能离开 必须待满九天 我知道了 那我们去别处看看 王大人 请 你要去更ANS 她说 这墙 虽然很高 但是攀爬起来并不难 王大人说得对 可是对于考生来说 这高墙 还是 王大人的功夫 果然是不一般啊 我看过了 没有什么明显的痕迹 宋大人 大考之几日 可有见到刑迹可疑的人 汪大人 大考期间 这国子间完全封闭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我知道了 关门头 大人 你差人去附近 重点搜索一下屋顶和围墙 让他们做好记录 你马上去找监考官 让他把所有监生都集合起来 我这就去问话 是 我们走吧 王大人请 请 各位考生 请肃静一下 不允许焦桃接耳 一会儿王大人问话 大家依次进去 如实回答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学生见过大人 你不必紧张 今天本官只是例行问话 把你的所见所闻 如实说来即可 回大人 开考头一天晚上 马军就从好寿的小门里 钻出来玩闹 确有此事 什么 确有此事 作为监考官 你这是玩弧之手 宋大人 大人 您请坐 咱们先听他把话说完 回大人 他是马大人的公子 身上又带着玉赐的宝玉 深得圣上喜爱 卑职 哪儿该管他呀 请大人明察 昨天晚上 马军突然跑出来 炫耀自己最先做完了卷子 听到孙杰喊他滚回去 他们就吵起来了 我也听到他们俩吵架了 不过这两个人一直不对付 经常这样 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学生黄红语 昨夜专注于 专注于答题 对外面 真的没有怎么在意 可跟你同好相的奸生 却听到了声音 那实在是因为学生太过于专注 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好吧 本官知道了 你可以先出去了 是 是 宋大人 此人说话吞吞吐吐 行为举止有些异常 王大人 这个奸生我非常了解 平时就是最胆小怕事的 可能是见了大人有些紧张 好吧 传孙杰 拜见大人 起来说话吧 孙杰 听说昨晚你与马军争吵 侍卫何情 从事跟王大人将来 昨天 他出了号舍 我 我 我就让 我就让他滚回去 他就 他就骂我 骂我蠢 做 做事情没有太快 然后我就 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神情恍惚 一看就是在撒谎 看来 马军失踪必定与你有关 大人冤枉 大人冤枉啊 大人冤枉啊 学生没有 学生没有啊 此处只有我和宋大人 到底有何隐情 你但说无妨 学生照实说 大人 之前 他再翻五次骚扰我 哎呀 我早就做完了 你们这些个笨蛋 都没我聪明 都干嘛呢 出来陪我玩啊 你呢 你需不需要帮忙啊 你要是需要帮忙就求我 我进去帮你做去 滚回去 吹什么牛呢 显摆什么呀 达得快 不一定达得好 你个手下败将 题目做不出来了吧 你要是求我 我也不帮你做 笨蛋 我说你小子 也就敢专出号舍 有种你专出号像 我就扶你 谁说我不敢的 我要是爬出去了 你必须给我跪下来 磕三个响头 行 你有种你翻出去 一言为定 学生就和他打了一个赌 学生本意 是希望他出了号舍 能被熊叶的考官给抓回来 替学生出口气 之后的事情 学生一概不知啊 还请大人明鉴 此话 可否属实 句句属实 之前 学生是怕说出来 被那个马老子给拿下 不 是被马大人给拿下 所以就 好了 本官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谢大人 班导 后墙有发现 知道了 报 进 二位大人 后墙有发现 目前看来 麻军可能是被人掠走的 顺天府王大人果然是厉害 我们竟顾着寻人了 却不曾发现这些 本官的罪过大了 还请王大人 尽快找回马公子 下官自当尽力 宋大人 让奸生们先回去吧 你下去安排 按王大人说的做 是 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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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说话吧 王大人 刑部和酒门提督 正在全力搜寻我家少爷 我家老爷还请拜托顺天府 也尽力搜寻 本官职责所在 自当尽力 于是 拥欲 毛大人 失望 老爷 太净了 常年公务繁忙 积劳成疾 并非是偶然小样 那我现在去看看他 不必了 大人他特意安排 也要专心判案 成林哪 别辜负了他 师兄 孙副管家给你送东西来了 请他进来 请 汪大人 我家老爷知道您查案辛苦 让家厨为您准备了些药膳 还望大人品尝一下 若是何胃口 请大人到府上去做客 孙大人费心了 这七许 师兄 这是什么药膳啊 清风腾 这孙大人呀 是怕我有所偏袒 或者收受贿赂 在给我提醒呢 看什么呢 不好查呀 这现场留下的线索又少 就给这么几天时间 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 这马大人家丢个儿子 京城大小衙门都紧着忙活 要是普通老百姓家丢个人 他们能这样吗 你找我什么事 那这事就拜托包大哥了 好 小果 包大哥 好久不见 对 来来来 快坐 包大哥 我正在查刑部侍郎儿子失踪的事情 我可是听说了 顺天府躲了一位女侠 包大哥说笑了 对了 江湖上可有人跟马侍郎结怨的吗 据我所知 没有啊 慢用着 还请包大哥帮我多留意一下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留意 包管 您慢走 小果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就当请包大哥吃酒了 小果 小果 你怎么来了 我在江湖上打听了一些消息 来告诉师兄的 走吧 进去吧 走 关大哥 你看那是什么 关大哥 你看那是什么 关大哥 你看那是什么 你们两个 看见是谁送来的吗 没有 没有 你们两个 带些人去这儿 一定要格外注意那些隐蔽的茅草物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出发 走 王大人 王大人 刚在衙门口发现了这个 不知道是谁送的 打开看看 莹男石里破妙的 小果 这会不会是你刚说的朋友送的 不是 我这才刚去 我们都是要亲自接头 才会互通消息的 什么朋友 此人名叫包打听 京城的事儿 没有什么他打听不到的 大人 既然不是小果朋友送的 那这信会不会有诈呀 关大哥 晚上选几个身手好的 跟我走一趟 好 老爷 老爷 老爷不好了 干脆我回卧室 看到昨日放的这个布条 还有这封信 你这布条分明就是咱们君儿衣服上扯下来的呀 你看看啊 你快想想办法 快想想办法 夫人 我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给你没完 夫人莫及 这事关我儿性命 我自有定夺 来人 你们都数清楚了没有啊 数清楚点 你去哪儿 请你去哪儿 千万别少了 回老爷 三千两银子已经点清了 那就别耽误功夫了 赶紧撞车走 是 赶紧快点 快点 快 快 先进举摩清情况 千万别轻举妄动 正好 马府 马大人 他怎么来了 王丞临 你带这么多牙医在这里要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儿 大人 您也收到了这封信件 我没时间讨论这个 我领你们马上掩藏起来 千万不能有任何放吹草动 要不然 我儿命都没了 知道吗 斩 时辰到了 搬银子 快快快 赶紧搬 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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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人 来人 快救我儿 请大人节哀 公子失身还未勘验 还望大人不要 住口 住口 就是你害死了我儿 大人 请大人明见 公子身上已经出现尸斑 可见已遇害多时 还望大人准隐下官 对尸首进行勘验 以便早日捉拿凶手 一派胡言 分明是你串通劫匪 来人 把王城里给我拿起 大人且慢 大人息怒啊 少爷不幸遇难 我当下人也为之悲痛啊 大人 以卑职以为 王大人所言有理啊 当务之急 是要将那贼人擒祸 千刀万剐 为少爷报仇雪恨哪大人 是 按你所说 鸡拿凶手 随时晚断 是 你给我听着 从现在起 你也代表刑部 建立这个案子 是 大人 请节安 北池将亲自护送少爷 尸身回府 好 王城陵 你还有三天 三天 我的君儿啊 你爹 我爹 他哪个人 和握我 我爹 你爹 你爹 Sei 来下现场 咋 走 今日多谢李大人 不过 你为何出现在此地 承蒙马大人厚爱 现任刑部唐侍主 今日去马府 从马夫人口中得知此事 便急忙赶来呀 那这次合作 李大人不会又为难我吧 哪里的话 三天之内查不出真凶 恐怕 我又要被革职了 王大人 李大人说笑了 李大人 李大人 久违了 二位 请吧 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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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 左侧的肋骨断了三根 有可能刺破内脏 造成咳血窒息死亡 垂刹 殴打撞击 甚至从高空坠落都有可能 后脑无伤痕 爷爷 他手里好像有东西啊 来 这是孙家家传的配遇啊 能当名章使用 恭喜王大人 贺喜王大人哪 这下孙杰 可抵来不了了 那就有劳李大人 把马公子送回府上吧 传孙杰 找 刘大人 您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 这个不说了 我听说 马军遇害 是 而且在他手中 发现了孙杰的玉佩 你觉得 是孙杰干的吗 说不好 尸体我看过 疑点颇多 也有可能是他死后 被人把玉佩塞到手里 陷害孙杰的 不管怎么说 马横府肯定会以此为由 将孙杰押到刑部 到时候 这案子就不好查了 我知道了 那我想办法 把孙杰押到顺天府 好吧 这样会更稳妥 去吧 是 升堂 带孙杰 传孙杰 大人 孙杰带到 学生孙杰 拜见王大人 孙杰 这玉佩可是你的 这是学生的 这是学生前几日遗失的 为何会在大人的手上 你可知道 马军死了 这玉佩就是在他尸体上发现的 马 马 马军死了 这 大人 这是与我毫无相关啊 还请大人明鉴啊 马军死前曾与你发生争执 马军死后 这玉佩就攥在他手里 你还敢说与你毫无关系 还不从事招来 大人冤枉啊 在场的尖身都可以证明 学生是考试之后 才离开号舍的呀 这如何加害啊 再说 这个玉佩是学生考试之后才医师的 这 这 对 一定是姓马的 一定是马加加害 他肯定是为了扳倒加父 所以才要加害的呀 大人明鉴啊 胡说八道 哪里有人用自己孩儿的性命栽赃他人的 是姓马的就一定干得出来 一派胡演 孙杰 如今政绩确凿 你还敢狡辩 肃静 孙杰 今日本官先将你收监 待本官查明后择日再审 王大人 可有人证只任我儿行凶吗 虽无人证 但就目前的证据而言 本官怀疑 孙杰伙同他人犯下此案 伙同他人 王大人 有话不方直说 是不是连我也怀疑啊 是又如何 王大人好大的官威啊 是素来如此 还是借助了刑部的势力 我借的是这顺天府大唐的正气 倒是孙大人 难道要拿官威来要挟本官吗 来人 将孙杰押下 是 大人冤枉啊 火器救我 大人冤枉啊 大人冤枉啊 王成林 你要对今天的事负责 孙大人好大的火器啊 请坐吧 顺天府 一向秉公之法 王大人 一定会查清的 好 王大人 既然你是秉公之法 那我就等一个公掌 我这就去向总仙大人求救 告辞 成林 刚刚说得好啊 看孙大人恼羞成动的样子啊 打住吧李大人 我可不想参与什么马孙之间的党争 我只想把案子查清楚 好啊 那我就跟你说说这个案子 只要你把孙杰捏在手里 就好办了 你什么意思啊 哎呀 像这样娇贵的公子哥 稍微用点行就兜招了 时候不早了 李大人 早点休息吧 别给哥哥没提醒你啊 就剩两天的时间了 两天 两天啊 干杯 好 成林 你得注意身体啊 你一连好几天 没怎么好好睡觉了吧 嗯 就是啊 吃完饭先好好睡一觉 休息不好哪有精神办案啊 这几天啊 大家跟着我都辛苦了啊 来 我敬大家一杯 嗯 嗯 好 关大哥 你去醉春楼想想什么办法 跟他套套近我 你去醉春楼想想什么办法 看看能不能套出点什么线索 大人 这青楼雅尖里 怎 怎么套近我啊 关大哥 你就知道推托 让我去吧 胡闹 你去干嘛呀 我怎么胡闹了 我就是想帮你的忙嘛 不行 关大哥 这事还得你去 大人 这种地方 在下实在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哎呀 就这么定了 这事就交给我了 我敬大家一杯 好好好 我怕了你了还不行吗 那我跟你一块去 免得你给我添麻烦 来 喝酒 师妹 你好了没有啊 好了 哎 嘿 嘿 怎么了 哦 没事儿 走 王妈妈 王妈妈 你让我过去 别拦着我 走 王妈妈 走 九姑娘 你快出来呀 哎呦喂 小爷我来看你来了 我搅的这是谁呢 这不是黄公子吗 正是小爷 你不来找我我也得去找你啊 你可还欠着我三百两银子呢 啊 王妈妈 那点小钱小爷我怎么会亏欠你呢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告诉你 你今儿要是再不把钱给我拿回来 我就找你老子要去 哎 别别别 王妈妈 小爷我怎么会亏欠你呢 你说我能差你这三五百两银子吗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爹 好 你王妈妈我也不是个绝情的主 今天晚上可是最后的期限 你要是再不把银子给我拿过来 可别怪你王妈妈我 对你不客气 王妈妈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就让我见一见九姑娘吧 送客 王妈妈 王妈妈你别走啊王妈妈 你走的 让我再见一见九姑娘 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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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么绝啊王妈妈 师兄 嗯 你看我能混进去吗 我觉得够呛 为什么 嗯 你这么好看 混到最春楼里太明显了 王妈妈 给我放开 别给小爷拉拉手手 没有银子 别回来 黄红雨 不就是钱吗 让王妈妈给小爷等着 走 跟着她 好 好 好 我找一下宋大人 麻烦通报一下 您稍等 我去通报 吴 崩爷 皇爷 我有急事求见宋大人 里面请 好 这是宋清泉家 这不是被我们揍过的那人吗 原来他是宋清泉的人啊 哎 蹲下 奔爷 不送了 王妈妈 哎 你又来干嘛 银片 银子在这儿呢 三百两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吧 不是我说你啊 黄公子 你老在我这儿赦账 你这点钱哪 也就只够姑娘们吃吃饭 买买衣裳什么的 等你把你欠我那三百两 给我凑齐了 咱俩才算两清 王妈妈 合着您觉得我还差你三百两呢 瞧 你说的 行 小爷不差钱 这是一百两 你拿着 还有二百两我去去就回 你在这儿 把酒给小爷烫好了 把九姑娘找出来 也马上就回来 得嘞 送客 我去跟荡涛涛进会 好 你 我可以 你 走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说无凭 自据为证 这可是他给我签的欠条 嗨学生呢 这字写得歪七扭八 王妈妈 这欠条可否借本官一用 那可不行 这欠条给了你 我还等着跟他老子要钱去呢 王妈妈 你看 咱们都是本家 这欠条你今日借给本官 随后本官就派人给你送回来 要是你这么说的话 王 看在你长得这么俊俏的份上 这欠条你拿去 多谢王妈妈 不过那 欣欣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王妈妈 还有功务在身 告辞 别走啊 去 装什么呀 好东西呀 宋大人 李大人要是喜欢 本官就将这块宝玉送于大人 当真 当真 宋大人 王大人 见过宋大人 李大人 王大人 见过宋大人 为何事而来 国子坚坚生黄皇上 今日可否到过府上 黄鸿宇 今日确实来问过安 只是问安 王大人 有话不妨直说 黄鸿宇在拜访过宋大人之后 便死于醉春楼外 我这个学生啊 倒是尊师重道 可是平日里有些不检点 我曾多次劝诫 没想到 却在青楼被人所害 王大人 你不好好去查马军案 查起这什么黄生玉来了 李大人 王大人也是职责所在 不瞒王大人 黄鸿宇当时来的时候 是来借钱的 他说 债主威胁要杀他 我便借了他五百两 没成想 也没能帮他躲过这杀身之祸 死人也是该死啊 宋大人 不知下官可否借阅 这次国子监大考的考卷 当然可以 我马上派人去办 谢大人 王成林 参见马大人 这几日 你为什么不转心审问孙杰 反而四处去查别的案子 马大人 卑职怀疑黄鸿宇 与令郎之死有关 所以派人暗中跟踪 他现在被人杀害 肯定是被人灭口 一个视色好赌之徒 被人所杀 也是咎由自取 这与我儿命案有何干系 回答我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定孙杰的罪名 此案缺少必要的人证物证 孙杰的玉佩不是最好的物证吗 这物证有可能是伪证 一派胡言 马大人 您想 凶手若有时间偷走宝玉 撕扯衣服 并将令郎尸体于破庙中 为何不会发现令郎手中的玉佩呢 还敢狡辩 这案子你不必在场了 我给顺天府五天的期限 已经到了 李恒 在 这个案子你代表刑不来神 马上提神孙杰 卑职领命 马大人 卑职 闭嘴 不是好歹的东西 我已经给错了刘大人面子 你认罪吧 你认罪吧 我有什么罪 杀害马军呢 我在宫堂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是被冤枉的 我没有罪 孙杰 这是刑部 今天你是招爷的招 不招爷逮招 我告诉你 就算是我杀的马军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狂妄之徒 你要是今天敢动我 出去我告诉我爹 你给我等着 冬星 你敢 我告诉你 别说是你了 就算姓马的在这儿 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给我打 你敢 孙杰 你招还是不招 我出去非告诉我爹 非弄死你这狗东西不可 继续打 你认罪吗 孙杰 好 上架行 说 马军是不是你杀的 继续架 还不认罪吗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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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爹指使你的 这件事 家父没有一点关系 何苦呢 好 马大人到 马大人 动行了 数字骄横 卑职暗律成劫啊 他如是招供没用 招了 你 果然是害我军儿的真凶 杀人偿命 我要让孙家血债血偿 以高位军儿在天之灵 玉佩查到了名用 以卑职以为 玉佩很有可能 仍藏在孙府之中啊 打入刑部大牢 马上搜查孙家 卑职领命 你们孙大人要是再不出来 本官可就不客气了啊 谁啊 见过孙大人 令郎先以画鸭招供 杀害马军铁正如山 下官奉命前来搜查 还请大人配合 好 早知儿等会栽赃陷害我儿 我儿无罪 马横府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儿子已经招供 玉佩就藏在你府上 谁敢阻拦执法 就得击打 给我搜 搜 你们 快 搜遍了 没有找到宝月 你藏得再好也没用 我一定会禀报皇上 到时候咱们新帐旧帐一起算 你 走 走 师妹 师妹 怎么了 我有件事 需要你的江湖朋友帮忙 好 大侠请讲 你们听说了吧 皇上赐给马俊的保护 那可是西域进贡而来的奇珍异保 很是神奇 听说了 我还听说 有江湖人士想把大价钱卖呢 没一次之物 这要是被逮到了 可是要跳脑袋的 死藏着 他也是杀头的罪过 要我说 还不如把他卖了 对不对 就是就是 说得对 来来来喝酒 您请坐 好 是您收西式宝月 我也是受人之托 那您能给多少钱啊 您要是打听价的话 那就别费事了 我想看下货 是 我不间别一下 怎知真假 你看仔细了 呀 果然是快好玉呀 好玉呀 好玉 怎么是你们 上 好玉 勇 有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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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小官 我没事 小官 老师 站住 叔 您跟我说话呢 进来 你这腿 因何受伤 是不是又出去若市了 没事 不小心崴崴一下 说实话 叔 完成您那小子 他欺负我 顺天府的王大人你也敢招惹 不是我招惹他 这回是他招惹我的 我这腿都差点让他给打折了 这几日我一直配合他查案 马军的事刚刚压下去 我求爷爷告奶奶 马大人才没降罪下来 你就不要给我节外生枝了行不行 叔 你不能胳膊肘 往外拐呀 他要再找我麻烦怎么办 只要你待在府里不出门 我不信有人能到家里来欺负你 这个 滚 只要遵命 我躺了多久了 你躺了十年了 你干嘛呀 我得去趟宋府 不行 你伤口还没愈合 哪都不许去 我没事 什么没事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再也不管你了 躺下 好好好 听你的 汤还在锅里炖着呢 我去给你拿 我真是怕了你 成林 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卑职参见刘大人 大人请坐 嗯 刘大人 我们现在已经查清了 马军丢失宝玉的线索 内玉现在在宋府管家宋奔手上 还望大人您 准允卑职重新查办此案 此案刑部已经半截 我劝你就不要再管了 刘大人 您一向支持卑职秉公职法 为何在这件案子上 却要背道而驰呢 我又何尝不想 我真的不希望你 因为此案 与孙马两党结下仇怨 这样 对你的前途无异啊 刘大人 还望您三思啊 好了好了 一起好好饮生吧 成林 刘大人 刘大人来看你了 嗯 怎么反倒不开心呢 刘大人劝我 别再查马军的案子了 哦 那刘大人也是为你好 我知道 你决定放弃了 没有 我想 那刘大人 是想把厉害关系跟你说清楚 至于这人生的路怎么走啊 是你自己选的 你放心 我跟果果啊 一定会支持你 师父 我已经想好了 我决定赌一把 报 大人 顺铁府王大人来了 看茶 是 宋大人 王大人 坐下喝杯茶吧 不必了 宋大人 公务在身 请问贵府 宋奔在哪儿 王大人 我这个不孝的侄儿 已经即日没有回府了 我正想 请顺天府帮我军人 宋大人 我已查明 宋奔身上有遇刺马军的西式宝玉 恐怕马军失踪案 与宋府有关联 还请宋大人配合 王大人 这宋奔是个粗人 在我府上 不过安排做些杂事 他在外边做了什么 本官一概不知 当真不知 确实不知 那好吧 如果宋奔来找大人 还望大人及时告知本官 那是当然 告辞 好 关门头 立刻下发送奔的还不空门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好 跟我走 是 小果 师兄 你来了 卧大人 我已经打听好了 根据杀手的兵刃和套数 此人啊 叫橘子桑 他 贪财是杀 经常在京西城一带活动 好 你们盯住他的行踪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好 好 包在我身上 来人 大人 告诉紫桑 乌鸦该叫 是 对 rapport 去 乌鸦 乌鸦 莹大人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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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真在乱去赶紧 这送我奔 这希望赶紧买他做不到吧 来点 坐坐 来 坐 来 坐 来 坐 好嘞 客官您那儿吃肉肉 好 来 坐 来 坐 来 坐 来 买他 买他 好 包大哥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也是刚打听到 今天他们两个人 在里面接头 都在里面 客官 里面请 乌鸦该叫了 明白 我这就去准备准备 你快去顺天府通知王大人 我跟着他 沿途做些记号 行 那你要多加小心点 老板 结账 小勒 来啦 兄弟 我叔是不是把我的事情都摆平呢 最近风声有点紧 宋大人让我带你赶紧离京 那我收拾点东西 好 站住 叔 你好狠心 你坚持住 我这只找人来救你 赃物在 书 反 牛 和 你 帮我 你 我 你 恨 可能 来 来 师妹 来 走 救命 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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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林 把他放平 好 好 好 爷爷 我帮你拿着 好 喝口水 爷爷 我没事 师兄 我在哪儿 快去找孙琴去吧 快去 小果 等我回来 王大人 您找我 关大哥 派人去帮我送这三封信 好 被叫 送我去醉唇楼 是 没想到成林兄弟你也开窍了啊 好 好 我 李兄啊 咱们啊今天 就痛痛快快的好好喝一顿 忘掉过去的那些补鱼块 来 自家兄弟喝喝喝 李兄真是好酒量啊 来 我再敬一杯 我不喝 李兄这是何意 要喝也得哥哥敬你啊 来来来 怎么高声啊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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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兄得了块儿宝贝啊 兄弟 你也好这口啊 略懂 略懂 来 给哥哥瞅瞅 是什么好东西呢啊 哎呀 这仔细一看 这雕工 这橙色 凡品 不能够 我在马大人跟情 说他好多好多的好话呢我 哎 哥哥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那全都是宝贝 要不要随我去看看 当真 啊 哥哥看中了可就 没问题 没问题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慢点慢点 走走 成林兄啊 刚才说宝贝的事可说死了 好 放心吧李兄 瞧好吧你 小心 小心台阶 哎 慢点慢点 给我啊 轿子在这边 你先上 我随后就到啊 哎 小心头 李兄 嗯 你快点啊你 起轿 李兄 李兄 一会儿见啊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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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灵兄 灵兄 我们到了 就是这儿 到了 走走走走 走 请 你先请 请请 请 是 拿下 走 走走 王大人这是 怎么了 你兄别怕 这边 走走走走 宋大人 宋大人 你们二位大人 怎么 宋大人 宋大人 宋庆泉 你敢骗我 李大人 我何时欺骗过你呀 王大人 你们这是 宋大人 我这不是和李大人 来您这儿 看个宝贝吗 对 看宝贝 我这儿 你哭过你 你来 行 我走 你来 我走 二位大人开玩笑了 我这府上能有何宝贝啊 没事 那我们自己去找找啊 王大人 走走走 李大人 王大人 王 王长林 你一个小小的六品官 太放肆了吧 你就不怕丢了顶带 和身家性命吗 宋大人 在真相面前 我王某人的身家性命 又算得了什么 你 我们走 找宝贝啊 宋大人 二位大人 二位大人 三位大人 在下功后多时了 请 请 嗯 王大人 你说那宝贝大人 二位大人 找找 王大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王大人 我这儿能有什么宝贝啊 要不咱们坐下喝杯茶 慢慢聊行吧 王大人 宋大人 您就别在这儿找了 我厢房真有几件宝贝 要不您去那儿看看 李大人 李大人 您看这 你不能糊弄我这儿啊 谁糊弄你了 请我吃酒 好 这什么宝贝啊 李大人 你去跟王大人说说吧 这是干什么呀 宋大人 这就是你的密室吧 李大人 李大人 你你敢骗我宋清泉啊你 哎呀 你帮我劝劝王大人 李大人 不是说看看这个宝贝怎么样 啊 好东西啊 这这是马公子的玉呀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人不会是你杀的吧 李大人 怎么可能是我杀的呢 你不是把孙杰 早已经判了死罪了吗 宋大人 有人可以证明 孙杰在大考期间 从未离开过号舍 而他交卷时使用过玉佩 那时马军已经死 这就是说 有人偷走了孙杰的玉佩 而陷害于他 王大人 这也不能证明 是我干的吧 那好 我就接着说 黄鸿宇是个顽固子弟 他连张欠条都写不明白 可他的答卷却如此优异 宋大人 分明是你收受了贿赂 当晚安排人作弊时 恰巧被黄鸿宇看到 他以此威胁你 所以黄鸿宇才被宋大人 杀人灭口了吧 宋秦全 你胆大包天 竟敢欺上瞒下 李大人明鉴 这 这真不是我 那就是你指示宋斑杀的 幕后主谋还是你 没有 但马军从墙上掉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快死了 大胆宋秦全 真 真没想到 我儿被害 你不光知道 还是你一手策划 宋大人 我看你就如实招了吧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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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帮黄鸿宇做了兵 可是马军 马公子 确实不是我杀的 2 3 赭1 4 5 2 3 马军 说不好了 出事了 你能不能少给我找点麻烦 是 马军 宋贝儿 你闯大祸了 不是 说 不是我 他自己从樊点上掉下来的 你看什么 快去找大夫 我知道此事我脱不了干系 又怕马大人降罪 孙马两家的恩怨谁都知道 所以 我就嫁祸了孙家 好你个狗狗 想不到你如此怠毒奸诈 老夫现在就 马大人息怒 本案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盘问 好 给我细细的茶 是 宋清泉 你陷害孙杰 又派人杀死黄鸿语 可你为何连你的亲生侄儿都不放 马军死后 我便把宝玉藏在了密室里 请不按摩 请不注定 请不か 正iri 旨员 请不吝点工 乡 另外 我们 当我得知宋奔偷走了宝玉 我就决定杀了他 宋奔是我的亲侄儿 不能让他死在府里 我让他还回了宝玉 就派人在府外把他杀死 宋清泉 你身为国资奸继续 以职务之便迎私舞弊 害马军死于事故 你身为奸生师长 行为不端 为推卸责任陷害他人 你身为朝廷命官 知法犯法 欺上瞒下 在 将宋清泉押入大牢 等候发落 是 走 快 快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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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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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去督察院起草折子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 刘大人慢走 嗯 王大人 大恨不言谢 孙大人言重了 孙大人 让令郎受苦了 赶紧派人去刑部 把令郎劫回家吧 是 马大人 你对孙家的所作所为 孙家定当铭记 告辞 王大人 感谢你为我儿找回了公道 马大人 下官职责所在 以前言语多有冒犯 还请大人 多多害怕 区区小事 大人不必放在心上 丧子之痛 下官理解 还望大人节哀 告辞 告辞 这个案子 这就算结案了 师兄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让真相告白于天下 让那些坏人得到拥有的惩罚 小果 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之前是我不好 让你受伤了 我王成林今天发誓 我以后每天都要勤练武功 保护好罗小果 再也不要让他受伤 师兄 你看那边 他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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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你跑得真快 等等我 哎呀师妹 你别摔倒 我才不会摔倒呢 等等我 你别摔倒了 刘大人 您来了 我看你小子 最近给我找什么麻烦没有 让大人费心了 我子监这案你办得不错 堆得起顺天府 肃清积淀这四个大字 雍正爷 曾为顺天府 欲及殉辞 必正肃封清 乃可是四方官化 非刚正联名者 何可胜任 这一点 你做得很好 大人谬在 为官一方 就是要为百姓办事 非职 谨遵大人教诲 无妄出心 好 二位大人 外面有人击鼓鸣冤 升堂 他们有什么 费用 这些阳 没关系 小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